推背图是后人假托唐代太审令李淳峰和术氏袁天罡合著的衬书 该书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人篡改 将已知的历史改成图衬加以笔覆 故看上去神准 现存推背图有六种不同版本 通行本是民国四年出版的京盛探著本 后人长于茶余饭后用他来预测未来的大势以充谈资 推背图第38项 人说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称曰 门外一路群雄争竹 节级渊鱼水深火热 颂曰 火运开始祸蔓延 万人后死万人仙 海拨能使江海竹境外核输在墓前 1914年7月28日到1918年11月11日 历时4年3个月又二周 当时全世界56国中的32个国家被卷入 分为两大阵营 同盟国以德国奥匈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核心 协约国里面有当时地域超千万平方公里的五大国 英、法、美、俄、中 外带两个小强 日本和意大利 1914年6月 奥匈帝国皇储非地南大公 到新近被奥匈帝国吞并的波斯尼亚检阅军事演习 非地南大公夫妇从三哈热窝火车站坐上敞篷擂车前往市府大厅 途中遇到刺客 内德内科 查布林诺维奇 用手榴弹袭击 但大公下意识地手一挥将手榴弹挡落车后爆炸 二人幸运躲过一劫 只有一些护卫及围观群众受轻伤 刺客服下轻化物并跳河企图自杀 被军警拘捕 非地南决定改变预定行程 但随从人员忘了通知领头的车 因此车队依然照原定计划行驶 也是命定如此 大公的敞篷里车行驶到拉丁大桥 于街角停下时 一名叫彭林西普的刺客 恰巧等在那 以离非地南王储夫妇不到两米的距离 用手枪向二人各射出一发子弹 行凶后 彭林西普服下轻化物企图自杀 但因为药物过期 没有死而被捕 而非地南大公夫妇则双双不治身亡 事发后 奥匈帝国不满意塞尔维亚处决 处理事件的答复 遂向其宣战 接着俄国向奥匈 德国向俄国和法国 英国 英国向德国和奥匈等纷纷宣战 一场海沃空 类体大战 加上坦克大战 毒气 无所不用其极 真是殃静了天上的飞鸟和水中的鱿鱼 1917年 美中加入协约国阵营 尽管俄国发生革命退出战争 同盟国已是金皮力竭文力再战 进入1918年 奥匈 奥斯曼 土耳其 两国相继瓦解 德国独木南枝 最终海军滑变 爆发革命 社会民主党 成立共和国 德皇威廉二世 流亡荷兰 11月11日 德法在巴黎北部 贡比涅森林里 一节车厢中签订停战协定 一战结束 在中国 日本以英日同盟 他们是1902年签订的 为由对德宣战 发动青岛战役 经60日围攻 德军弹尽粮绝 外援无望 只得投降 日本霸占焦州温 也报了当年德国参与三国 干预还聊之仇 中国开始宣布中立 袁世凯死后 段祺瑞政府宣战 加入协约国 组织了大量的劳工 前往欧洲 成了一战的胜利战胜国 今天先讲到这 谢谢收看